黄景瑜因戴耳钉遭知名作家微博怒对,却拟现期扔掉耳钉。 说到黄景瑜,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吧。 黄景瑜,出生于辽宁省丹东市,毕业于辽东学院,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、模特。 2016年,因主演网络剧上瘾而步入演艺圈。 2月,出演民国玄幻爱情剧《伴妖青城2》。 2020年3月14日,知名作家刘信达发表了一条微博,内容是,都说少年强则中国强,男儿阳刚则中国阳刚。 黄景瑜,男明星戴耳钉成何体统? 你不怕伤着身子吗?你不怕破坏社会风气吗?你不怕带坏青少年吗? 黄景瑜,刘信达好言劝你,三个月之内扔掉所有耳钉。 生活中和影视作品包括综艺节目里都不要戴耳钉。 希望你能做到,否则只能将你请出娱乐圈了。 网友,别跟他计较,显得我们多没素质。 他就是用这种手段来让我们的偶像难堪。 别理他又不是你戴耳钉以及什么,公司的事情解决了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Argentina